大家好,我是Dane 昨天很多行为媒体报道了 男团温能稳可能会重组的消息 虽然不知道可能性会有多大 但是就这个可能会重组的消息 也让很多粉丝们都非常期待了 但是命运捉弄人 今天是Produce系列的制作人 安俊仰刑满出狱的日子 因为Produce 101系列造假 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的安俊仰PD 今天将刑满出狱 对此Produce正向委员会对外发表声明表示 希望被告人能对自己的错误 以及受到伤害的练习生们 抱着赎罪的信 以后能在社会上尽到自己该负的责任 已经时间好快 两年马上就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做什么 应该会有很多地方走吧 这家伙应该会回MNAN 只是不在前面 在后面偷偷的工作 网络网重组是很好 但是在安俊仰出狱的当天 报道这种消息并不愉快 下一个消息是 11月2号 WN娱乐宣布 因为仇员们想要让空白期最小话 网练罗普决定 除了日本国际的成员YOU之外 所有韩国成员将会在12月一起当兵 这是KPOP史上首次全体成员 同月入伍当兵的案例 也就是说 我南东普为航我成员们将会在2023年6月左右同时退伍 竟然是一通入伍 要健康 想要早日以完全体与粉丝们见面 所以决定一起入伍了 我是别家粉丝 但是好催泪好帅 我家爱豆也快要当兵了 所以心情很复杂 真的是很棒的决定 加油 好羡慕 我爱豆也是94年的 明年要当兵 开始当兵的话 每年都要送走一个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完全体呢 只是为了粉丝们的话 一起当兵是最棒的 所以对于男团成员们一起当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前AOA吉明的最新近况 昨天在韩国很多论坛出现了 因对内霸凌正义而宣布推出演艺圈的 AOA队长吉明的最新近况照片 这是吉明跟曹凌的万圣节旅游照片 跟感谢的朋友们感谢的旅游 绑两个辫子的人是吉明 绑马尾的是曹凌 吉明要幸福 然后测量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妹妹 吉明不能直接回归吗 真想听她的RAP 好想念AO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娱乐经纪公司市值排行前10位 这是2021年10月25号为止 旗下有艺人经纪业务的 和我上市公司的市值排行 10位Pen娱乐 9位Cube娱乐 8位IHQ 7位Kiss 6位SMCNC 5位Interfuck 6位YG娱乐 4位YG娱乐 4位YG娱乐 3位JYP娱乐 2位SM娱乐 7位Kiss 好的今天那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